另外在今天上午9点多 台北市的文山隧道口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有一辆义影车开出隧道的时候 追踪了前方的四辆小客车 还造成了五个人受伤 其中一台灰色小客车的车损很严重 整辆车子都被撞凹了 驾驶则是脖子扭伤送医治疗 而义影车的驾驶工程 车子才刚刚开出隧道 就因为炫光效应 它来不及下车才会撞上去 灰色小客车遭义影车追撞 整台车被撞扁 车门板金车窗全都变形毁损 玻璃车零件碎裂散落以地 前方的白车后保险感车尾也被撞坏 至少四台车撞成一团 车祸导致车辆一度回堵 行进隧道口都得慢速通行 十一号上午九点半 一辆义影车行进台北市 新一快速道路时 因为光线明暗转换 导致驾驶刹车不急 先撞上前方回车 再一台一台往前推 一共造成五车追撞 五人受伤 驾驶工程都是炫光效应 酿的火 回到事发现场 实际开一趟 从昏暗的隧道使出 刺眼的阳光瞬间直射眼睛 还得接连通过两个隧道 明暗亮度变化达 使出闻山炫道时 因炫光煞车不急 追撞事故造成五辆车 轻重不等车损 驾驶九车值均为领 详细造势责任上代分析 9号下午1点多 新北三重区也发生一起 类似车祸 艳阳将马路分成两个明显区块 导致驾驶看不到在暗处的路人 提醒驾驶做好眼部防护 避免让刺眼阳光意外成了交通杀手 华氏新闻招唤学校园综合报导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